我们现在大家在讲的要取消ECFA 其实呢真正的实质影响 就是会取消这个早收清单的意思 感谢金主帮拔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敲碗了 我们的会员之上线了 现在就加入会员 记得在网站上加入 避免被抽苹果税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最近台湾芒果又被禁了 舆论又开始恐吓台湾 要被中国中断ECFA了 结果呢我们团队做了研究 非常惊讶的发现 靠原来芒果根本就不在ECFA里面啊 我们是不是又被骗了呢 这几年台湾好多农产品 动不动就被中国海关禁止进口 2021年3月的时候台湾凤梨被禁 两年前的事情 当时大家还蛮担心的 就连已故的日本前首相 像安倍晋三 还有美国的前国务卿 蓬佩奥 他们当时呢都拍了 或者跟台湾凤梨 或者跟台湾凤梨肝的合照 来帮台湾加油打气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凤梨之后呢 还有连雾四家被禁 到了去年呢是石斑鱼被禁 后来呢就连柑橘类水果 白带鱼竹家鱼 还有178家水产品 全部都被禁止进口 一开始禁凤梨的时候大家还蛮紧张的 可是到了现在是越来越无感了 现在芒果被禁的消息好像只吵了一天 第二天就没有人在讲芒果了 我们一天到晚都听见中国政府在骂 美国贸易武器化制裁中国啊 事实上最喜欢贸易武器化的国家呢 就是中国政府 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为了钓鱼台事件呢 中国民众非常激烈的反日 烧日本车砸日本店 到了2016年的时候 因为韩国装了萨德导弹系统 中国政府又祭出了向韩令要惩罚韩国 那现在呢最新的流行就是流行来搞台湾的农产品 说什么台湾的水果有戒壳虫啊什么虫啊 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是把一眼翻到后脑勺耶 因为呢在水果贸易的国际惯例里面呢 根本就没有人是这样做事情的 中国海关的行为真的是完全不懂贸易的惯例耶 事实上正常的贸易惯例规则都是怎么做事情的呢 我们如果卖水果到日本韩国这些国家 假设呢有一批水果里面真的有发现戒壳虫 处理的方法通常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小薰 就是当你发现呢 这个水果可能需要杀虫消毒 但是不太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一种叫做零化氢的材料 来薰针消毒我们的进口水果 那如果是在这个水果里面发现有 鹅类这样的大虫的话呢 就会用到第二种方法叫做大虫 那这个海关呢 他会用一种叫做 锈化甲碗的这个材料去消毒 因为锈化甲碗他会让水果 他们的寿命呢 喷了锈化甲碗之后都会缩短 所以呢大虫是比较重度的一种手段 那最后一种方法呢 就是当这批水果品质真的太差了 那海关就会把这一批水果给退回 厂商呢自己负担费用 其实呢根本就不会有人直接因为发现一个虫 就直接禁止某一类的水果全面进口 这种做法真的是太土阿八了耶 我们台湾的芒果从2018年开始卖到中国呢 总共有5600匹芒果 只有今年的6月和8月这两匹芒果呢 被中国通知说里面发现了戒壳虫 5600分之2 这个是多低的几率啊 万分之3的几率耶 你在1万块里面发现3张假钞 你会把1万块整个都烧掉吗 你是不是疯了呢 而且呢 这件事情是小薰就能解决的事情 就算我们退一万步说好了 你一打开整箱芒果 打开全部都是戒壳虫 戒壳虫比芒果还要更多 其实那你就退回这一批芒果就好了 怎么会搞到要全面禁止台湾芒果进口呢 中共真的就是不懂贸易的土八路耶 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上面呢 你要全面禁止一个品项 这是非常暴力非常强烈的手段 只有万分之三几率的借壳虫 根本就不会用到这种措施 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贸易武器化呀 请问一下中共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谴责美国呢 不过呢我们团队还是普遍为台湾芒果感到开心的 因为台湾芒果外销到中国的均价 每公盾只有1823美元 但是如果卖到日本和韩国的话 价格是接近每公盾8000美元和6000美元 这是三到四倍的价格耶 而且台湾芒果卖到中国的比例其实不到2% 今年1到7月我们只卖了171万美元 去中国大概卖了5000万新台币吧 2300万人我们一人多吃一颗芒果 就可以cover这样的外销量了 而且大家看这张表 日本韩国买的芒果重量其实比中国买的还少 可是付出的金额却多了好几倍 我是觉得各位农友们 大家要不要考虑学日文还是学韩文呢 或者请一个日韩小编来开拓日本韩国市场 应该会比较值得投资吧 这几年呢中共对台湾的政治工作啊 真的是动不动就把ECFA拿出来编 所以呢现在每次有水果农产品被禁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波终止ECFA的舆论再跑出来一次 又要被炒一次 像这一次芒果被禁呢 我们是又炒了一遍ECFA的问题 尤其是今年4月份开始呢 因为中国商务部对台湾启动了贸易壁垒调查 说他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惩罚台湾 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要终止ECFA 但其实呢就是会造成大家去炒ECFA的结果 那到底ECFA会不会终止呢 如果终止ECFA的话会对台湾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三级服貌协议的影片了 当时我们就已经介绍过了 ECFA呢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英文缩写 它在国际贸易上面呢 其实是属于双边贸易协定的一种 中共在2003年呢就跟香港澳门都签了一个叫做SIPA的贸易协议 那ECFA呢就是很类似SIPA的协议 就是中共啊他会对他们觉得还没有回收的领土 先经后证先经济交流再政治回收 那他们对台湾的想法呢就跟对香港澳门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知道啦大部分的贸易协议它会分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种内容 但是呢我们知道贸易谈判是非常旷日费时的都要谈非常久 就比如说呢中国和日本和韩国他们这三个国家呢 曾经想要签过一个中日韩三国FTA自由贸易协定 那从2013年谈判到现在 谈判16次都没有结果现在是暂停了 那像台湾跟中国之间的ECFA呢在货物贸易的部分呢 两个国家是谈判了12次都没有搞定 那服务协议虽然已经谈完了 可是大家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本来都已经要签了 结果发生了太阳花运动最后也没有签成 那因为贸易协议都要谈很久啊 所以通常两个国家如果有意愿要签订协议的话 他们通常就会先签一个早期收获清单 这就是你常常听到的早收清单 两个国家呢他们会彼此先看一下 双方有哪些东西可以先给对方免税优惠的 那就赶快签一签早期收获早期往来 这部分的关税呢我们就先不要收了 那这个呢就叫做早收清单 我们之前呢有在会员影片里面分享过 我们服帽协议影片的笔记有大量的表格 不偿私的全部公开哦 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笔记内容和表格都做得非常精彩的整理哦 现在就加入会员就可以看专属影片了 所以说啊目前台湾跟中国之间的ECFA 真正有生效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这一份早收清单 我们的货帽协议还没谈完 服帽协议是谈完了但是没有签成 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在讲的要取消ECFA 其实呢真正的实质影响就是会取消 这个早收清单的意思 我们台湾跟中国所签的这个早收清单呢 它是规定在ECFA第四章第七条的 货品贸易早期收获这一条 它在里面规定呢在双方签订协议的六个月内 就要开始对附件一的清单来减免关税 不是只有货贸易可以早收哦 福帽也有福帽的早收清单 那在整个ECFA的早收清单里面 台湾给中国的优惠项目只有267项 但是中国给台湾的优惠项目呢却有539项 看起来台湾是比较占便宜 所以当时呢有很多人都评论中国是在让利给台湾 那如果我们光看税率的话 其实也是台湾比较占便宜 怎么说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进口税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们来看这两张表 我们双方呢是先开放了石化、纺织、运输、基线、农产品这些项目 在这些项目上面呢 双方都会分别在三年内逐步降低关税直到零关税为止 那这些产品呢要进入中国的税率其实是很高的 比如说纺织产品啊台湾进口是科5%的关税 可是中国呢却是科11% 那像机械、零组件相关的产品呢 它的关税台湾是4%中国是8% 你看看中国人民要买进口品 他就是注定要多花钱付关税 所以呢台湾跟中国互相免税以后呢 台湾是免掉比较多税的 的确是比较占便宜的 好那经过这些年 我们台湾到底透过ECFA减掉了多少关税呢 其实我们政府啊 他自己有一个ECFA的官网上面的数据表就有显示哈 这些年来我们透过早收清单进入中国的货品 每年大概是在200亿美元左右 而我们被减免掉的关税金额呢 每年大概是8到10亿美元左右 8亿除以200亿税率大概就是4% 10亿除以200亿税率大概就是5% 所以呢我们被减免的平均关税的税率大概是4%到5 那这个金额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200亿美元到底多不多呢 我们台湾去年的出口金额呢 是接近8000亿美元 那其中有200亿美元是ECFA的早收清单货物 我们用200亿除以8000亿也就是4%的意思 我们台湾每年出口的产品里面 只有4%的货品 他是透过ECFA减税进入中国的这个贸易 大概就是4%了 而我们呢省掉的这些税呢 就是4%出口量的4%税率是万分之16 在1万块里面我们省了16块钱 这个比例呢实在不能说是很大 所以呢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 他也是台新金控现任的董事长吴东亮呢 他自己就说取消ECFA不能说是没有影响 但是影响呢也真的是很有限 他自己觉得呢心理上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两岸双方建立起来过去10年的经贸平台 现在如果没有了会很可惜的 那至于实际上面的冲击呢 吴东亮认为呢其实台商这些年都已经有在做准备 已经都有因应的方式了 只有农与业可能会比较需要大家的帮助 好既然吴东亮这么说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早收清单上面的农鱼业产品到底有多少 因为农业是第一级产业嘛 所以我们查所有的产业数据表格啊 农业其实都是放在最前面的 在ECFA早收清单里面第一页有18项农产品 我们在这边全部念出啊 这些农产品就包括活鱼、鲜冷鱼、其他冻鱼、其他冻鱼片、食用动物产品 鲜兰花、金针菇、香蕉、柳橙、柳橙、柠檬、哈密瓜、火龙果、绿茶、红茶、乌龙茶 蛤?芒果呢?凤梨呢? 请问下在这张清单里面芒果在哪里呢? 凤梨又在哪里呢? 还有先前被禁的释迦莲物、柑橘类都在哪里呢? 噔噔! 其实呢这些被禁的水果完全就没有在ECFA协议里面 它们根本就不是ECFA清单里面的产品 蛤?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呢台湾的水果一开始卖到中国就是政治性的订单 早在2005年的时候 中国制定了反分裂法对抗万恶的台独势力以后呢 中国政府就已经给予15种台湾水果零关税的优惠 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想法是这样的 因为呢台湾的南部是绿营的大票仓嘛 那中国政府就认为开放南部的农产品进入中国 可以让中南部的农民更喜欢中国加强双方的往来 那这样呢绿营的票仓就会变色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叫做水果政治学 它里面呢就有说明整个开放台湾水果的石墨 而且呢有大量的两岸水果买办介入了这类生意 你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你没有实力 没有人脉 没有关系的话 你就比较难做到去中国卖水果的生意 那当时开放的15种水果 我们在这边念一下哈 有凤梨 释迦 木瓜 羊桃 芒果 芭蜡 莲物 冰榔 柚子 枣子 椰子 枇杷 梅子 桃子 柿子 所以呢凤梨 莲物 芒果这些水果根本就不在ECFA里面 就算今天ECFA取消了这些水果还是具有零关税的地位 他们跟ECFA根本就没有关系 除非今天中国商务部把这些的水果零关税地位也取消了 才会发生影响 所以呢凤梨是凤梨 ECFA是ECFA 两个根本就没有关系 在2007年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还进一步给了17项台湾农产品零关税的优惠 包括甘蓝菜 花椰菜 丝瓜 青江菜 小白菜 苦瓜 洋葱 胡萝卜 萝卜 芋头 山葵 鲲鱼 青鱼 带鱼 比目鱼 飞鱼 鲁鱼 虾 还有椅背 哦我念的好饿哦 下次大家不要再被骗啦 其实这些农产品呢 跟ECFA根本就没有挂钩 那刚刚我们说过吴东亮他自己说 如果ECFA取消的话 台商呢都已经早有准备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台湾的农民们有没有准备呢 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绿色是出口的部分 台湾呢每年大概有50亿美元上下的农产品呢 是做出口用的 在2010年的时候呢 我们跟中国签订ECFA的时候呢 台湾有15%的农产品是出口到中国的 那最高的时候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 有23%的农产品出口到了中国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情况哦 去年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农产品比例 已经只剩下13%了 其实农民也跟台商一样 他们也是在逐步降低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反而是我们台湾农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比例 是一直在增加的 从以前的9%逐步增加 到了去年已经是17.5%了 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已经不再是中国了 所以这几年呢 中国禁止台湾水果进口的结果 反而帮助了台湾农民 提醒了台湾农民要分散风险 所以呢 台湾的农民也都在降低对中国的出口 所以啦 其实原来农民也都是有在做准备的哦 那其他的台湾产业 他们对于取消ECFA做了哪一些准备呢 再次提醒大家 只要加入我们会员 就可以看到ECFA福帽协议的 精彩笔记专属影片哦 下一集影片我们就要来讲 如果取消了ECFA其他的产业 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喜欢我们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 大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没关系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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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